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韩国队也是多名大将确阵 却增加了一名规划中锋 拉特利夫 中国红队在首节一度落后两位数分差情况下 借助阿布都沙拉穆斯捷爆发率队追分 成功在上半场追到仅差三分 进入下半场对决 中国南蓝红队在第三节单节10到24被完爆 导致前三节落后多达17分 末节赵基伟率队强势追击 终归功亏一溃 最终中国南蓝红队 以74比82不敌韩国队 惨遭对手复仇未能完成世遇赛双杀 中国南蓝本届世遇赛 对韩国战绩变为一胜一负 中国南蓝红队在主场迎战韩国南蓝 在双方的第一回合交锋中 丁燕宇航率队客场力展韩国南蓝 本场丁燕宇航 周琪等大将缺阵 但赵基伟与赵锐两大后卫回归 韩国队则增加规划中锋拉特利夫 王哲林开局强攻内线造成拉特利夫 但在罚球线两罚不中 赵太龙用一记三分为中国红队首开记录 外加赵锐与孙明辉后场双枪持续肆虐 帮助中国红队取得8比4领先 不过中国红队在之后持续失误打铁 韩国队借助拉特利夫的内线侵略性持续碾压得分 用一波12-0攻势反超比分 于长洞捕蓝命中打破得分荒 但韩国队再度连卡5分拉开21-10的两位数分差 阿布都杀拉木最后时刻命中一记三分 首截中国红队以13比21落后 进入次截比赛 阿布都率先勾手加布兰连卡4分 成功逼迫韩国队请求暂停 拉特利夫强打王哲林完成2加1 王哲林下一回合 回敬拉特利夫打进 并造成犯规但加法不进 王哲林还不慎将拉特利夫面部打出血 导致对手被患下治疗 方硕与阿布都里外开花 率队追到24-26仅差2分 许雄回敬一记三分后 刘志轩远距离两分命中 双方展开对攻继续紧咬比分 阿布都与拉特利夫相继得分 赵锐三分命中追到31-33 韩国队乐内外开花再度拉开比分 赵锐急停后仰命中2分 维持33比40落后 赵继维外线三分命中 韩国队罚球再得2分后 刘志轩命中压哨3分 上半场结束中国红队追到39-42差3分 中场休息回来 赵锐率先上篮命中追到差1分 拉特利夫连砍5分巩固局势 王哲林造犯规仅有两拔一中 赵锐突破上篮追到44-47 许雄强打3加1命中 刘志轩传球王哲林仓促投篮命中神奇压哨3分 韩国队出现走步嫌疑裁判未吹罚 因发现场球迷虚声不满 但韩国队建筑强杀内线造杀伤 以及李真贤连续命中两季3分 再度拉开62比47的两位数领先优势 王哲林一度造犯规两罚不中 中国红队继续打铁低迷 韩国队续肆虐 拉开17分 优势 于长洞篮下打进2分 打破得分荒 拉特利夫回进勾手命中 前三节战霸中国红队以49比66落后 中国红队带着17分劣势进入最后一节比赛 末节开局于长洞与赵锐伟各中一计3分 追到差11分逼停韩国队 暂停回来 中国红队连续两次3分不中 拉特利夫连打于长洞连卡4分 拉开15分领先 赵基伟终于命中3分止血 阿波都与刘志轩里外开花 追到差9分的个位数分差 赵锐身体不适 被对一搀扶离场 阿波都上篮扭到脚被换下场 王哲林志空打进一球追到仅差7分 韩国队再卡2分 赵基伟连续反击一条龙命中 王哲林与阿波都也强势追分 中国红队继续破进到72到77仅差5分 李真贤打进关键3分 阿波都回进2分 中国红队连续战术犯规送对手罚球 最终中国南蓝红队以74比82不敌韩国队 惨遭对手复仇未能完成世欲赛双杀 中国南蓝本届世欲赛对韩国战绩变为一胜一负 中国南蓝红队 赵瑞 赵太龙 孙明辉 王哲林 阿波都沙拉穆韩国队 朴灿熙 李真贤 拉特利夫 李承炫 李